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今天很高兴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 风生水起过大年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一年就过去了 实际上我们人都没想开 实际上是应该想开一点 为什么 你要算年的话 我们是按一百位单位算的 我们很多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才说 真没想到我会老 原来现在不能动它了 我躺在这了 眼泪哗啦啦啦就下来了 实际上你早去干什么了 你不知道 你数一百个数 后面加个年 就完了 百年 就这么简单 数一百个数 实际上大家想想 这一年过的 去年 我们也在讲风生水起过大年 今年又开始讲了 这是我们的农历年 就这么 过去的 不管好过 难过 实际一年时间都很短 这是用年来聚散 实际上我们只有一百个数字 用月也不多 一年十二个月 后面乘上一个一百一千多个月份 所以人 我们叫 喜时如今 那么我们是否真正的爱惜 上场给我们的这点时间 百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是要到过年了 大家都欢欢喜喜的 但实际上不值得高兴 又老了一年了 离死又近了一年了 所以人呢 像老子说 凡业者倒着动 人该悲哀的时候不悲哀 该欢喜的时候不欢喜 什么时间是该欢喜的时候 死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该欢喜的那一天 为什么 终于解脱了 我再也不用受这个躯壳的拖累了 你没有完成今生使命的人 那你去 也换了一个北鼻身 你们天天盼着吃这个药 对吧 吃那个补品的 然后返老还童 实际上 那你死的那一天 就是去返老还童啊 因为古人告诉我们 死不了啊 死不了 死不了你就是又 去转了一下 换了个身体又再来了 那不 这个烦恼还童了 说那个时候是应该高兴 而不应该痛苦 每年过年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痛苦 不应该高兴的时候 为什么 这个真的 这个离死又近了一年 时间又浪费了一年 所以老师今天明明是要跟大家分析一个欢喜的话题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讲这些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过年真的要干点什么事 干点什么事 我们是希望好运程 希望好命运 这个无可厚费 应该这个样子 人要充满希望 永远地充满着希望 不但今生有希望 来生还要有希望 所以我们永远希望 充满着希望 就充满着斗志 是应该这个样子 没有说大家不对 但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欢欢喜喜 要过大年的时候 我们是否真正地为自己的灵魂做点事情 而不是光为自己的肉体 忙或者做事情 实际上我们综观 当今天一下 世界各国 在现实的教育中 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正确的教育 还是一个错误的教育 我们今天的社会 教育我们要有钱 要有社会地位 要有名 要有利 要有大房子 要有豪车 实际上这一切的一切 当我们闭眼走的时候 都带不走 都不再属于你的 那毕竟是空的 你有了 你有了也带不走 没有 你也是个走 何必不顺天意 随缘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如果我们能真抱着一个随遇而安 随缘的一个心态 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今天不能够埋怨大家 是我们在高层 或者在高等教育方面 是我们应该检讨的时候 检讨什么 这个教育方向 对人的一生的目标 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向是否错了 结果我们看到真的交错了 整个的世界 无论东方西方 整个的教育出了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中世纪我们所有的宗教 都经历了一个神道社教 然后政权和神权合一 这么一个黑暗的时代 那么导致了人们迷信 崇拜个人 崇拜宗教组织 丢失了自己 所以是后期的革新者 特别讨厌这种蒙蔽大众 使人成为奴隶 成为某些人的奴隶 他们用所谓的神权 来奴役我们这些 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后来的智慧者 提出了社会教育中 不允许有生命教育 不允许有宗教教育 生命教育归给宗教教育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的各国的教育部 这个体系 政治统帅的教育体系里面 是不允许你教宗教的 不允许你教生死轮回的 不允许你教人死后 是怎么回事的 今天在世界各国的教育中 都是这个样的 包括这个伊斯兰国家 所有的宗教教育都不得拿于 这个国民教育 正规的这个 中小小教育教育 大学教育里面都不允许有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么好 把生命教育交给了宗教 交给了宗教 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天是在 美丽的新加坡开讲这个话题 那么大家都有宗教信仰 今天来的有信天主教 基督教 有信佛教 有拜神 还有没有宗教信仰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你受到的这个宗教教育 有没有对你进行生死教育 我们死什么时间死 死后会去哪里 是否六道真实存在 是否人的灵魂真实存在 你们听到这样的教育了吗 现在意思是什么 宗教教育也不讲这个了 也不讲这个了 讲什么了 讲怎么赚钱 怎么发财 然后怎么所愿 悉令满足 你有什么愿望 都要满足你 也变成了实俗教育了 为什么 这样容易从你们的口袋里 骗到供养 骗到红包 然后你死后 该我什么事 下地狱你就下吧 因果报应 对不对 你死后你没有 到这个一针法界 该我什么事 你愿意被我骗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宗教教育 背离了宗教 生命 本质 教育的实下 实质 这样 实俗教育 不教育了 宗教教育 走入了这个 无神论 很可惜的 佛教居然不讲鬼神 不讲土地神 不讲天神 经典中 明明告诉我们 天龙八部是怎么回事 六道生死轮回怎么回事 他不想讲 他说我们 佛教徒不信这个 不信鬼的 不信神的 我们死后都是去极乐的 你只要想着去极乐世界 都去极乐 你活着 活着你捐钱的 你要拼命地给我们捐钱的 你捐钱越多 功德越大 然后就去极乐世界了 把一个天道教育 变成了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是什么 佛教教育释迦牟尼创办的 他是告诉你什么东西 老兄老兄你醒醒 你原本是佛你知道吗 原本是佛 你应该还原你的本来 是佛 你成佛 你这辈子做佛的事业 做佛的想法 做佛的身口意 然后你就成佛了 成佛了是最大的解脱 成佛了 是最大的命运改变 释迦牟尼如果是不改造 自己的命运 他一辈子 终极他会成为什么人 他会成为国王 那他就完了 为什么就完了 跟他一起的国王 谁 大家还记得 两千多年前 跟释迦牟尼在同一个时代 那些国王 那些大富豪 那些军官 那些宰相 那些大人物 今天谁还记得 不记得 但是我们记得 我们的导师 释迦牟尼 为什么 他改造了命运 他得到了不死的身体 所以他把命运彻底的改变了 我们今天是风生 水起 过大年 从风水 谈命运的改造 这样的一个大话题 那么请问诸位 你们的命运要怎么改造 你是希望改造成一个富豪 还是当的官比现在更大一点 还是我想什么事明年都能实现 这个不是命运的改造 这是叫命运的误区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讲风生水起 过大年怎么改造命运的时候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你追求钱财 追求社会地位高 追求什么东西 你的贪妄 贪语 你的称恨 你的愚恥 你的我慢 你的谁都不相信的 那个大怀疑都能得到满怨 你来求贪嗔痴一慢 地狱五条根 那让你都去满怨 这是祸害大家 那么你为什么去求富贵 为什么去求社会地位高 为什么去求自己有智慧 为什么去求能够有自信 把贪嗔痴一慢 化成莲花 去使自己命运得到升华 我想我们今年是时候 应该转换到这个话题上去了 不能够再 纵用大家 去做贪嗔痴一慢 地狱五条根的事的 所以即便你要改造命运 脱离六道轮回 那你也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你要有影响力 因为只有你社会地位高 名气大 你的社会影响力才会大 正是因为你社会影响力大 你就像一个太阳一样 你身边会围着很多粉丝围着你转 那就是太阳系 你就是个太阳 你就是大人如来 你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太阳系 这些太阳系 都是你将来成就的国家里的 你的粉丝 你的信众 你的净土世界的常随众 所以我们不是不要钱财 修道人没有钱财 在今天寸步难行 老师天天在空里飞 都快成空哨了 这个不着地儿吧 过两天又飞去吉隆坡 过两天又飞去宾城 宾城又飞回来 二月飞又飞去台湾 台湾又飞去加拿大去了 加拿大还要去阿拉斯加 还要去纽约 还要去英国 你看每天在空里飞 这没钱能飞起来 这必须要有钱 这是对钱 钱是个中性的 修道人是必须要有钱的 我们不能像释迦牟尼的时代 赤着个脚到处走 那我从这儿赤着脚到台湾 要走多少年 还要过海峡 我又不会游泳 那就不要去了 这是时代不同了 我们今天地球变成一个村子了 我们人类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了 我们地球和太阳气变成命运共同体了 我们的科技发达已经证明 140亿年的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了 你还活在那个老牛拉破车的年代 没有革新自己的思想 所以我们今天在新时代 你要修道 记住 你的钱怎么样才能真正多起来 你不为自己 你为众生求财富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 我们越不为己的时候 己欲多 你越自私自利 为自己的时候 你己欲少 自己得到的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能否改变自己的心量 在今年年中 我们不为自己求财富 我们希望所有的众生都保足 所有的众生都得到财富的满足 所有的法界 无论是动物界还是人类社会 都不要战争 大家不要去争 不要有称恨 所以说我跟邻居不争斗 我跟兄弟姐妹不争斗 我跟上司不争斗 我跟我的员工 跟我的同事不争斗 跟我的客户不争斗 都没有称恨 一滩和气 那这个社会多美好 过着多有意思 非得今天你拿个导弹 打我一下 然后你又拿个飞机 炸我一下 你说老师不要紧 我这没导弹 我这没飞机 你那个兔木星子 比导弹还厉害 喷得人家满脸是非 说得人家一无是处 你那不是导弹 你那不是飞弹 这是我们的心怀 称恨心 我们就会说人是非 这是这又有什么意思 你说人是非 得到了报应 又是别人说你是非 为了你爬上高位 诽谤别人 为了你得到更大的利益 然后诽谤你的同行们 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个时代 我告诉大家 终止了 这个时代不再来的 所谓的 我们以动物的法则 残酷竞争 然后把对手踩在脚下 让它灰飞烟灭的时代 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的时空已经转换了 转换成有大爱 充满整个宇宙空间 相互之间只有大爱 我们才能真正发达 我们才能真正的共荣 我们才能真正的都好 时空 时间和空间 已经转换到这样的时空了 所以这一年叫2020 没有掌声就算了 所以你们没有 听不出玄机来 2020这两个数字 在我们梅花意中 2加0等2 2加0还等2 然后是两个对挂 两个对挂为喜悦 你如果能够不去说人的是非 不去搞口舌 你把这个转了 你的信念转了 用大悲心转了 那就是喜悦之年的到来 谁喜悦 全都喜悦 第一个喜悦 是对挂是你 第二个后面的喜悦20 是你的和你相关的 所有的人 包括你的底对面 都会喜悦 说我们今天看到 特朗普为我们做了个榜样 自己的这个基地被炸了 然后发表了个演说 挺好的 要感恩 给他掌声啊 你们笑 只知道笑 时空转换了 时空转换了 这连导弹打了 我们还赞扬 挺好的 伟大的伊朗 人民万岁 你们要繁荣 你们要昌盛 你看 这个风格 了不得 了不得 高兴啊 这全球都笑了 本来神经绷紧了 这什么时间 导弹打到我们这 这全球都笑了 这给大家传递了个什么信息 好啊 好啊 世界没有战争了 不好吧 大家都是2020 对吧 由二归零归零 然后我们都喜悦 一切的不烦恼归零 一切的所有的东西归零 喜悦之后 二后面不是个零吗 就是喜悦了归零 烦恼了归零 贫穷了归零 所有的东西都归零 掌声一下 零是个什么数字 零是无穷大 你那么笨 零是无穷大 近虚空变法节 就是这么一个零 所以喜悦了之后归零 那就是喜悦 近虚空变法节 它的玄机在这个地方 所以2020 你要怎么才会好 老师有没有告诉 翘诀你们 什么东西 怎么样才能会好 喜悦充满 掌声鼓励一下 OK 你要财富 你要先喜悦起来 你要这个身关 你先要喜悦起来 财富 你发愿 我今天赚一百万 一千万 一个亿 好喜悦了 喜悦了以后归零 为什么 因为一千万 一个亿还不够大 我把它划成什么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欲众生 皆功成佛道 回向归空 归零 化作虚空 法界的财富 任所有的众生 皆沾我的财富 我原来想当部长 没当上 终于当上部长了 喜悦归零 归零了 你是全宇宙的 全虚空的部长 不归零 你是一个小国家的部长 都赞叹赞美 有烦恼 有烦恼归零 归零了 就化作虚空了 虚空都能包容 哪里还会有烦恼 所以大家要记住 新的一年的到来 时空转变了 这个一个2020 时空整个大变 这是什么 这是叫数字科学 像数理器 由数展现出一个像 这个叫大像无形 大方无语 是我们静规虚空法界的 一个关键的意念 人生在世 什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告诉大家窍诀 想不想听 还有聪明人 知道张牧生喜欢掌声 你掌声越响 告诉你的越厉害 敲诀又高 所以大家要知道 人这一辈子 实际上只改变 一个人就行了 你想改变 外面这个虚空 没有办法改变的 你让地球停下来 它不听话的 你让你的心脏不跳 它也不听话的 最近我遇到一个老朋友 他跟我说 他说 老师啊 我终于悟到了一件事 我说你悟到了一件 啥事呢 要想死不太容易死 给他个掌声 这里面有玄机 他就想活腻味了 然后怎么个死法 躺在那儿 心脏别跳了 他也还是跳 不听话 说说肺亚 你别喘气了 咱俩死了吧 他还不听话 他还喘气 他最后总结了一下 哎呀 这想死不太容易死 所以这里面有个窍诀是什么 人哪 你不要太牛 你想改变世界 你想改变宇宙 你想改变命运 拜托你 啥你也干不成 你只需要改变一点东西 变得什么 二零什么 二零 又没个掌声 我们是人的 总是什么 太贪婪 不知足 所以你把二归零了 你就没有二了 我们修道人知道 我们零生出了个一 叫道生一 一又生出了个二 叫一生二 二又生出了个三 三才生出了个万物 所以我们才被这个物质世界所左右 古人说不宜物喜 不宜己悲 我们今天好 忘记自己是谁了 满脑子 满眼睛 只有物 我的手机丢了 我烦恼都要死 我又找到了 我又高兴地要死 就是那么个 因为那个东西 因为那么个东西 然后你狂喜 你狂悲 你有没有智慧啊 那个东西 为什么会把尊贵的你 给折磨得死去活来呢 那你所有所有的东西 为什么会折磨得你死去活来呢 一会儿高兴 因为多赚了一百万 一会儿又不高兴 人家给我了个差评 对吧 网络上差评 又不高兴了 总是因为别人 因为东西 你自己是最中规的 所以外面的东西 雷打不动 风吹不动 我如如 因缘生法 还从因缘灭 有这个因缘 我赚了一百万 这个因缘赚完了一百万 这个因缘没了 所以我不要守株待兔 说再复制一个一百万出来 是不可能的 因为就这么个因缘条件下 成熟你赚了一百万 你还想复制 就叫守株待兔 因为时间空间变了 缘分变了 原来的缘被你用完了 所以我们知道 那么智慧者 不攀缘 智慧者也不错缘 所以该我赚的钱 我应该赚的 我赚 君子爱财 取 不是不取 只要有道之财 取之 有道 取之有道 用之有道 所以是 取之 句号 有道 句号 什么意思 取之 君子爱财 取之 空子说 取之 取之完了以后 句号 有道 什么意思 道生得养 天地人 所有的钱 才是道生出来的 是不是 你取之 拿到了这笔钱 给你一个好评 叫什么 有道 有道 但是又同时 给你的一个问号 在后面 第一个是好评 因为你有道 取到了这一百 一百万的收入 那么 有道乎 后面 加个乎字 有道乎 就是你怎么用这一百万 所以我们有了这笔钱 我们去买房子 买地 又去买了两豪车 这个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 这个塞翁是马 焉之 非福 这个塞翁得马 焉之不是祸 所以你得道 取之了以后 你是否真有道 真有道 真有道 塞翁丢了一匹马 古代的边疆一个老头 自己养了一匹马 跑了 跑了以后 这个邻居来哀悼 说 安慰老头说 你不要生气了 这个 你看 丢了马也找不回来 然后老头笑呵呵的说 哎呀 你们懂个啥 丢了马是好事 这应该值得庆幸的 这邻居说 这家伙傻子 这怎么马丢了 还值得什么庆幸 结果他家丢的是一匹母马 原来去勾搭别人去了 然后给他勾搭了一匹公马回来 然后这个 公马回来 这个邻居这又来贺喜 哎呀 道贺道贺 原来你老人家神迹妙散 原来这个 这个值得庆贺 颜文说 塞文说什么呢 说哎呀 这未免不是祸 然后呢 结果是 这个儿子呢 骑马 这个得索 一匹骏马回来了 得索去骑他 结果摔伤了腿了 折了 变瘸子了 这里邻居又来了 哎呀 对 你看啊 值得这个 安慰你啊 这个儿子腿瘸了 这这个 哎呀 不要双仙 塞文又说什么 哎呀 这可是个大好事啊 因为边疆以前经常打仗啊 他儿子腿瘸 结果人家征兵的时候 不要他 瘸腿的 这跑不动 不要你去打仗了 你这个瘸子不合格 不能参决 结果是 那些去战场的士兵都死亡了 因为他儿子被摔伤了腿 说是救了一命 然后没死亡 还得以活着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们到年关了 要过年了 你们是要什么东西 所以告诉大家 要一个心安 礼得 给今年圆满的画一个句号 取之画一个句号 在后面写上两个字 有道 有道 你今年的圣衰 成败 得实 全是因缘所生法 就该这这么回事 就应该满足 就应该知足 说老师我今天赔了一百万 赛翁是马 胭脂非福 句号 完事 今天就到此为止 那就鼓掌就快点鼓呗 这意味着你所有的倒霉的事 完结了 走了 走了吗 他这坏的因缘成熟了 成熟了 空了 这不归零了吗 用喜悦去归零了 归零了 老师我今天赚了一百万呢 取之 后面加一个有道 然后掌声一下 归零 为什么 不能够再用同样的方法 再赚这一百万了 你千万不要做守株歹兔的事 为什么你们守住存不住钱 今年赚了一百万 原来这样可以赚一百万呢 当时我在投资双倍的 这不就是变两百万了 不要紧 过完年我再来啊 按照同样的方法 啪把一百万投进去了 你原来投了十万赚了一百万 这下我投一百万 我怎么到年终再变一百倍 对吧 再变它十倍 然后我不就变成千万富好了吗 结果怎么样 结果被坑进去了 你们中间不是现在听说 很多那个什么 庞氏计划吗 有的人来说 老师这不是个骗局 我说为什么不是骗 你看你看 我真的拿到利息了 哎呀 我说哎呀 你有点脑子好不好 这个赶紧把钱都套出来 他说你是不是笨啊 我这个拿到的利息 加上本金我再扔进去 我这明年这不是更多的钱啊 结果到第二年人家泡了 破了 本金本金超连利息 本金啪都没有了 这哭哭啼啼来了 我说句号 他说那怎么能句号 这我还想办法把钱拿回来 我说能拿回来也是句号 拿不回来也是句号 到此为止 对不对 那将来姻缘成了 他被抓了 钱还没花光 政府退还你了 然后哎 你还是会得到这笔钱的 你现在哭 他也是能得这笔钱 你不高兴 他能拿到 你高兴也能拿到这笔钱 为什么不高兴 说是我这个钱拿不到了 这个全部败光了 很好 高兴 你现在还是要高兴 亏零 为什么 你哭 你恨 你也拿不到钱 你现在高兴 也是拿不到钱 但是你高兴拿不到钱 赚了 赚了个什么 赚了个高兴 掌声一下 赚了 他跟脑子一赚金 你会不会赚金 你为什么赔了 还要再赔上一个不高兴 你不是赔上加别 所以智慧者取之之后 句号 画一个有道句号 所有的东西用道转念 归零归空 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这个古人叫什么 知足什么 常乐 常乐是24小时都快乐 什么时间都快乐 没有悲哀的 就是赔钱 高兴 因为句号了 终于赔了 再也不用得瑟了 这下次没钱了 你得瑟啥啥 对不对 赚钱 赚钱句号 不要再想着用同样的方法赚钱 人要有智慧 对不对 那在智慧的前提下 再看新的因缘 什么样成熟 我再用新的方法去赚钱 一个全新的事物 苟日新 日日新去面对它 说古人所有的 我们世界五大智慧体系 老子智慧体系 释迦牟尼智慧体系 耶稣智慧体系 孔子智慧体系 穆罕默德智慧体系 我们叫圣贤智慧体系 都叫大家什么 有智慧 有智慧 在这样的智慧的前提下 我们每一天都开心 都开心 无论面对的事情是什么 都什么 泰山崩雨前 面不改色什么 心不跳 这叫定力十足 定心如如 用定力 用定心 面对我们 面对的整个的 虚空法界 整个的 这个污浊的世界 这样我们就在 世中 练了自己的定力 世中练了自己的智慧 吃一剑 长一只 下次 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是说我今年赚了钱 我就开心 我今年 这个赔了钱 我就在这哭哭啼啼 我怎么想办法在 年关要过 还剩几天 把它本捞回来 你这是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赔了一年了 就这么几天 这么老本 你留点钱 准备好好过个年 好不好 所以大家呢 心安下来 这个为什么 在古圣先贤 他用祭年 祭月 祭日 祭时 这样的一个 祭 纪念的纪 用这个纪年 是完结 完结 让你归零 用祭月 一个月的最后 是每个月归零 用祭日 是每一个天归零 用祭时 是每一个时刻归零 如果谁能够 懂得古人的 祭年月日时 这样的一个智慧 谁就整天 快快乐乐地过着日子 富足地过着日子 因为我们本字什么 是如来藏 如来藏 就是天下所有的东西 都在我们的妙明心中 从来没有多一点 从来也没有少一点 所有的东西 钱多钱少 只是浪 海浪打起来 终于海浪 变成水的时候 你不信就试试 这个实验 你们经常在做 你们死了好几世了 又不是这一辈子 你们前几辈子的东西 在哪里 你光着屁股 从母亲肚子里 吃楼出来了 又没带存质 又没带金钥匙 仓库保险柜的钥匙 也忘带了 什么都忘带了 吃楼就来到人家了 你不是吃楼楼地来了 你死的时候 以前还弄些金拿银的 埋在地下陪你 现在可好了 一个骨灰盒也装不了 那么多不是 干干净净地死了 变成一泡灰了 你涂了个什么 你就没想明白 所以如期到最后没有 现在就没有 也挺好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之后 我们被洗脑了 洗脑成农财了 变成什么的农财 变成金钱的农财 变成了物的农财 变成了房农 变成了车农 变成了儿子的努力 变成孙子的努力 你完全丢失了你自己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 只有我们自己救自己 我们救自己 就是要自己清醒地明白 我这个肉体不是我 我所有的所属的东西 都不是我 都是我所属的 这个在圣前智慧体系里面 叫所属法 什么叫所属法 我的眼镜是属于我的 我的手机是属于我的 我的房子是属于我的 我的老婆是属于我的 我的儿女是属于我的 那都不是我 都是我的所属法 我死的时候 她不会陪着我死 我生病的时候 我儿女再疼我 她不能替我生病 这就是你手里的一个手机 需要这个家庭的温情 他们温暖你一下而已 你的手机需要跟客户联系的时候 它好用而已 所以灯言经告诉我们 纯情嫉妒 我们如果现在物的情感中 现在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中 我们只有在三恶道中去堕落 所以我们在物这个世界中要超脱出去 洒脱得很 有也就这么回事 没有 这个世界也没见 饿死谁了 冻死谁了 在新加坡 冻不死人 对不对 最冷最冷 零上二十度 冻死谁了 冻不死 在别处真有冻死人的 我们到这个 这个沟敦去 到加拿大 零下二十五度 穿着棉衣 里面都是冰的 那就能冻死你 在新加坡 冻不死 不要紧 最冷 零上 零上二十度 你怕什么 冻不死你 又饿不死你 为什么 垃圾桶里 人家扔的那些东西 什么都能吃 很多东西能吃的 饿不死你 我今天没看到那个小朋友来 前两天来接我了 三十多岁 一个小伙子 出去流浪了 出去流浪了 这个 我说你吃什么 他说饼干 这个哪来的 垃圾桶过气的 人家这个家里的 饼干过气了 扔在垃圾桶里 捡来吃 这个 喝的水呢 说是 公共厕所里的水能喝 睡觉呢 自己带了一个毯子 一个手提箱 随便地上一扑 可以睡觉 我说 你看你 要不要给你找份工作 然后赚点钱 租个房子住 不要 我要再过几年 这样潇洒的日子 这个世界坏了 我想办法怎么修理修理它 给它个掌声 好不好 大觉悟者 大觉悟者 让我赞 赞他的这个本领 这个气势 还有 新加坡还有这样的英才 知道教育坏了 要修理修理 他说我还没 还不知道怎么修理它 怎么修改它 然后我知道它坏了 人都堕落了 人都被教育坏了 被这个灌书读了 全是读思想 错误的思想 只为钱活着 说为什么工作 工作就是为了吃饭 你看我现在 不工作 消消消灑灑的 然后也有饭吃 工作是为了 有个地方能睡觉 你看我现在没有房子 我也能睡觉 那么我要工作干什么 这是 但要知道 我没有鼓励你们 明天满大街都是你们 但是我是罪人 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是什么 实际上 你想一想 你真的真的真的 你需要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 一包饼干保了 对不对 你不去喝那个自来水 一瓶矿泉水够了 你睡觉 你家的房子 多么高的大楼 你一张床够了 我们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不是为了吃去工作 你也不是为了睡去工作 那你为着什么在活着 为着什么在熬着 你要清楚 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 看看我到底是谁 我要找到 第二呢 我这个家伙 找到了他以后 他未来会是谁 我现在是个人 我未来会变成什么东西 所以所有的圣贤主告我们 兄弟姐妹们 我们是属灵的 属灵的 你不是属于肉身的 肉身也是个工具 肉身也是个工具 只不过是被我们的灵 拿来所用 做一个器皿 就这么一个工具 能装东西 就这么个杯子 能撑咖啡 能撑水 就是这么个气 器皿的气 人的身体就是个气 就是个道具 演外的道具 演戏的道具 你来这一辈子 就是拿着这个道具 在演戏的 就仅此而已 那这个躯壳里面 那个你 驱动的汽车能跑的 是人 不是那个汽车自己能跑 驱动的 你这辆汽车能走的 能表演各种 喜怒哀乐 悲恐惊情绪的 里面有个真主人 你倒是把这个真主人找出来 这个真主人 真找出来的时候 他是不死的 他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他永续的快乐 他从来不会悲哀过 从来没有喜怒哀乐 悲恐惊过 只是我们这个躯壳 一会哭 一会笑 他在表演 这个演员在表演 但我们的主人 他是个看戏的 他从来不会去表演这些事 都是你的这个肉体 随着你的剧情 人生的剧情 在那喜呀 弄呀 悲呀 哀呀 所以2020 是我们觉醒之年 整个人类都要觉醒的一年 所以我希望 我们到春节 快要到来之前 给大家 送这么个信息给大家 就是我们先做觉者 先做觉者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来按照 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 需要我们去怎样的 布景一下 好为我们明年 演好人生这场戏 打好这个舞台 做好这个布景 演出一个人生喜剧来 而不是布的一个悲剧的场景 演出一场人生悲剧来 所以我们在 打舞台的时候 我们今年会归零 取之之后 无论是亏之 还是取之 还是有之 归一个零 开始准备 为明年 这一年的戏 开始准备打舞台 打舞台 做背景 做布景 做安排 做安排 那这个 我们通过什么去做呢 古人说 一命 二运 三风水 四己因公 五读书 读书是第五位上的 不重要 己因公是第四位上的 不重要 风水 重要 风水是第三位的 为什么它在第三位那么重要 因为命和运 不是你说改能改的 命是改不了的 如果你不去想办法 用技术方法去改变它 你会 你不去stop 这一年的 终止 归零 这一年的 趋势 你明年的运 是今年的运的 命的 运的一个延续 为什么让大家在智慧的选择中 我好跟坏 我都要归零 就是不再延续 这就是 我们叫隔年范 隔年夜 隔年就是 年 到此终止了 19年到此终止了 然后20年 开始了 开始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叫隔年 吃饭的时候 吃完这顿饭 大年三十晚上 明天是全新的一天 这叫隔年饭 隔年夜 过了今天这个晚上 明天是全新的一年 你今年再大的荣耀 结束了 你今年再大的收获也结束了 今年再大的不顺结束了 剧已经羡慕了 已经终止了 我要开始演下一出戏了 明年的这出戏了 所以我们剩下这么多点时间 十几天 我们开始要给明年打一个舞台 只有你把舞台布置好了 然后明年的 会在一个主动性的前提下 而不是延续 我们去年之前的人生轨迹 而全新的开始了一个新命运 新戏的一个开场 这里面的导演 是我们自己来决定 我接下来一年的人生之处戏 我怎么去演它 怎么去演它 而不是顺着被动的 顺着去年的未终结的戏 继续演下去 所以我们需要布置一下 我们需要换换背景 换换舞台 换换家里的风水 风生水起过大年 开始一个全新的改革 那么并且把命运 把戏的结局 明年一年的结局 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那么这叫什么 叫量子坍塌 释迦牟尼在经中告诉我们 定业不可改 未定业是可以修改的 什么意思 你过去是放了再大的罪业 如果成型了 你今年生了个什么病 已经生了不可改 想办法治病吧 今年赔了几百万 已经赔了不可改 将要可能赔 还可以改 还可以改 那叫未定业 就是赔的那个 最后的一下子 没完成 还可以改 把赔钱的生意 变成赚钱的生意 所以是命和运 如果不改 只是一个惯性力 这个惯性力的起源 源自你出生婴儿的那一刻 出生婴儿的那一刻 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的 某一个点 这个地球在空中 它是悬浮在虚空中的 没有支撑的 没有一个手在转它 它是自己在转 那么今天科学家 称之这种叫引力作用 也就是一个这么大的球体 这么大的地球 它在虚空中都受周围 星体的引力影响 受太阳的影响 受金木水火头五行星的影响 受这个日月的影响 受我们这个外面的 二十八星药的影响 银河系的影响 所以是环天星斗 对我们地球都产生一种力 去影响着地球的自转 和影响着地球的公转 所以大家要从这个里面 从传统的石塑的风水命理 命运学中跳出来 从科学的角度 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 是怎么回事 但这个命运 为什么在我们出生那一刻 它是确定的呢 大家知道一个杯子 如果里面装了一杯咖啡 你需要付一杯咖啡的钱给人家 如果装了一杯白水 你只需要给它白水的钱 如果是里面装了白蓝地 那你需要给人家一杯白蓝地的钱 这是同样是个人体 你的身体里面 是否完整的 已经装进去了金木水火土 五星的能量 这是我们太阳系中的五大行星 到今天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天文科学家 都还依然把它叫做金木水火土 五大行星 没有改过名 这是基于对我们人体的生命的组合 我们人体是由细胞组合的 是由物质粒子组合的 所以物质粒子归为五大 只有五种粒子 金木水火土 五大粒子 那么它跟我们天上运行的 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有极大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出生那一刻 你这个气 你这个气里面 是否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能量 平衡着 和谐着 相生相克的 和谐统一的 装到了你的这个杯子里 装到了你这个器皿里 装到你这个躯壳里 如果装进去了 那你是大费 大富之格 因为里面都有 并且它是处于和谐 平衡的状态 存在在其中的 它就很贵 像钻石般的指尖 但是你如果缺 为什么会缺 当你出生在地球的 这个球这单的时候 金星刚好在地球的背面 它的能量没有 住到你这个气里面去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科学 你的命运是一个科学 那我们每年十二个月 然后这个五行 五大行星的地理位置 它不是不变的 它在变化 我们一年 这个转换一次的轨道 为太阳为中心 转一圈为一年 在转的过程中 每年我们又被太阳系带着摇着人和系转 是这样导致我们的运 是不同的 每年的运不同 每月的运是不同的 因为天体的五大行星的位置不是固定的 它是在旋转的 那五行里面金木水火土 有一些对我们是有益的 它来了 我们的运程就特别好 有些是克制我们 甚至是有这个星杀我们的 来杀我们的 那我们的运程就被它克制了 或者被它杀住了 被它捆绑住了 被它约束住了 那我们的命运就是不好的了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这些完全不存在着一些迷信的因素在其中 这是天体宇宙 对我们人这个小宇宙 这个生命体的影响 命运学通过八字论命 紫微斗数 紫平论命 这些是晒出的 是你出生那一刻的天体宇宙图 通过这些数字 通过就可以看到像 就是当时的图像 宇宙星空的图像是什么图像 所以通过这些数字 甘之计年 计月 计日 计时 我们查到的是天体的那个picture 那个像 就像我现在在讲课 那么天上的 星体的位置 我们拿个天文望远 天文照相机 啪啪一拍 所有的星体是个固定位置 那你出生那一刻 它就是个固定位置 是通过这些 既甘之 十天甘 十日地之 循环出来的一个六十甲子 的这样的一个 甘之计年 计月 计日 计时 我们找到了 按照你的年月日时 找到的是你出生时的天体图 记住 所以是我们古人 把自己的命运归结为 星学里面去 一捕星象山 是归星学 归天文学的 是科学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这样的命运 如果我们不改造 我们这个小生命体 就被动地承受着宇宙天体 包括地球 这个实体 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命力注定 因为你的软件已经装好 你只是负责着运行这个软件 所以软件的程序 早都编写好了 明天会遇到什么事 再过一个月 你会遇到什么事 哪个时间会遇到什么事 所以预测师都能很准确地 把它预测出来 为什么 早都布置在那了 早都安排在那了 如果你不改变轨迹 你不改变生命的轨迹 你不想办法去改变这一切 你就是一个被动的演戏的演员 你不是导演 那么我们发现这样走下去 我们只有一个结局 什么结局 你不知道什么结局 想一想 你走到最后只有一个结局 是什么结局 你们不愿意说还是不知道 那就大声一点 死 有什么可怕的 鼓掌 加一下印象 这有什么可怕的 谁都是到那天的 哪一个不死 你告诉我 你做皇帝不死 你做大富豪不死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走下去 就这么个结局 你们甘心不甘心 甘心不甘心 甘心的不用鼓掌 不甘心的鼓掌 还有人不鼓掌 那就是甘心去死 那没救了 没救了 不甘心啊 这活得好好的都自在 那干嘛去死 不甘心的鼓掌 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 和生命的意义 只要我们能不死 我们就可以不轮回 我们就不再生 我们就可以永远活着 叫永生 所以这就把命运改变了 否则你就是多了一点钱 少了一点钱 多了那么几级官员 少了几级头衔 那没改变 因为结局都等于停 都是个死 你最后你在总统位上 也是个死 你在将军位上也是个死 你在富豪位上也是个死 死完了都变成骨灰 你赶里面放金银财宝 那骨灰盒最后 连灰都不知道哪去了 为什么 到你骨灰盒的时候 挖你坟的时候 顺便把你抛尸 弃骨了 所以现在这个骨灰盒里 没金银财宝 你们也没听说 有人去偷骨灰盒的 只有人捐墓的 盗墓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看到这一步了吗 看到了 甘心不甘心不甘心 甘心是傻子 谁甘心死啊 活得好好的 谁甘心死 谁甘心老啊 不要老 不要死 这是人类 要战胜命运 这个魔鬼 产生的智慧 从什么时间开始 说是从现在 从今年 2020年 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就要准备着 学不死的方法 准备着 学不生病的方法 准备着学不老 返老还童的方法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真正觉醒了 真正觉醒了 这就是命运的改造 有没有办法成功 有 在我们中国 有个叫列仙传 大家可以去 这是一本古代 古文的一本真实的书 列仙传 记载了从古到明朝之前 得到飞仙的 很多人的具体的事迹 真明真心 真实 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 佛门中 有一本高僧传 真真真实 记载着 历代高僧 怎么样修成不死的 今生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真事 真人 比较著名的 大家都知道 释迦牟尼没有死 获得永生 然后 这个耶稣基督没有死 死后复活了 带着光 离开了地球 但是没有离开过 因为在高位空间 没有时间和空间 时间空间 是人类给自己定的 在我们的法界中 量子纠缠告诉我们 只要你和所有的 你能够有缘的圣者 同在 你就跟他有纠缠 你跟他有纠缠 他可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 当下在你的面前 当下在你的心中 来帮助你 度过所有的 张难 所以说我们追求的目标 一定我们 往不死 不老 不生病 快乐地活着去追求 当你真正把目标 定在这里的时候 人世间的所有的目标 在你的眼中 从此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不再有那么有吸引力 以前我们为喝活着 为吃活着 为住活着 为悬要活着 为名誉活着 为地位活着 这种叫人间纷纷秀如如 没有意思 真的索然无味 没有意思了 那在这种前提下 你是不是就真的 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 老子说 凡野者道入洞 当你追求钱的时候 钱是不会来亲近你的 当你不喜欢他的时候 他很讨厌 他拼命往你口袋里钻 你看 又没有掌声 告诉你们 窍诀都听不出来 你不追求钱的时候 钱是会自己找你的 因为他不甘寂寞 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就非得进你口袋 你说我非得要钱 然后他跟你着迷场 他不来 你追我吧 你追吧 你用破脑袋吧 我就跟你玩 你的社会地位也是这样 你越想成名 虚假包装 搞网红 搞什么东西 搞的这些虚假的 最后你越是等着 败名 身败名列的时候 你看哪一个网红 红到今天 你们去网上搜 过去的网红都完蛋了 负债累累的 什么什么什么的 哪一个网红红到今天 所以你搞虚假的东西 都是什么 都是一阵风 延误 一道闪电 亮不多久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当你不求名的时候 我们圣者 圣贤也求名 求什么 求实名 实名的人 都是不要名的人 都是不追求名的人 所以你看我们的老子 你看我们的释迦牟尼 你看耶稣基督 你看摩罕默德 你看孔子 孔子在活着的时候 没什么名气的 周游列国 没一个人重用他的 不是看见这个样子吗 老子最后也没什么意思 骑着轻牛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释迦牟尼呢 释迦牟尼托博 明明放着个皇帝不当 去当要饭的 耶稣基督的 也没听说他们有什么财产 他名下有什么遗产 有什么东西的 没看见 孟罕默德呢 也没听说他留下什么遗产 他更是不让他的信众 去画他的画像 为什么不让他画他的画像 他说 真主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那个里面的主 你的灵 是你自己的真主 你应该去和他永在一起 不要跟我永在一起 所以他不让他的信徒 画画的画像 所以今天大家在网络上 找到的穆罕默德的画像 都不是他本人的画像 都是后来有人猜 他长什么样 他在世的时候 他不让任何人画他的画像 因为不让大家去外面寻找 而是想心内寻找 你自己的那个真正的灵 因为你需要他 他要起来做你的主 你要为他而荣耀 你要为他而活着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越不求什么的时候 那个东西会自己来的 这些圣贤 求名 求千求名 求利 求万事利 一千年 他这几千年都没坏啊 不是一千年 几千年都不坏 这些圣贤的名 利呢 你看现在天下 你们以为富豪很有钱 什么几千亿就很有钱 你们算算 释迦牟尼名下有多少财产 天下所有的寺院累积起来 你们算一算 你给他算笔账 那都是姓史家的 天下的道官 你给他算一算 有多少道官 有多少房地产 那天下现在活着的任何一个富翁 哪一个能跟老子比财产 孔子 孔子门徒 原来才有七十二 七十二个 你看看 中国现在 十几亿人都在学孔梦之道 那这个财富更了不得 然后 耶稣基督呢 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都是他的财产 你算算他有多少 穆罕默德的 天下伊斯兰有二十多亿人 为什么咱们的老普普同志 这次这么乖 他不愿意跟二十多亿人打仗 所以说不完了 说一声挺好玩 就算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最富有的人是谁 最有群众威望的是谁 最有号召力的是谁 圣贤 圣者 所以说你们要想拥有自己 那就只有一条路走 走什么路 成圣 掌声一下 成圣从什么时间开始 从2020 现在已经进去了 我们现在是2020年1月份了 开始 开始 从现在当下开始 转念 不为自己 为天下众生 求财 求名 求利 求千求名 求万事利 不为自己求一分钱 不为自己的家人求一分利 要为天下 所有的众生 这个众生很大 不止72亿人 我们是指的 这个141年宇宙的众生 无量 无边 我们是指的整个法界 3000个大千世界的众生 无量 无边 要为这些众生求名 为这些众生求利 让他们都得富足 都得保难 在这样的全息的 量子坍塌的心态作用下 你的财富就是 变满虚空发潜 因为他们 都会 通过你的发心 量子纠缠 因为你希望他们有钱 他们就希望你有钱 你希望那么多人有钱 你是一个人 他们那么多人 希望你有钱 他是 无数 无边的 千千万万万万万千千 数不清的人 希望你有钱 那你没有钱 你才怪了 你懂了这个窍诀了吗 你只想你自己有钱 你能有多大的能耐 你告诉我 千千万万人 万万千千人 无数无量的众生 都希望你有钱 都希望你有名 都希望你是一个 了不起的人的时候 那你真是 这个加持力 不可计量 不可思议 所以大家要真的转转念 真的转转念 那么 要想真的在2020年发财 我们就开始从现在准备给自己 布置舞台 演好这一年的戏 那你的舞台在哪里 你的舞台在哪里 记住 你的舞台 在你的身上 这 就是你的舞台 你笑的时候 全家人都笑 你哭的时候 爹妈都陪着你哭啊 是不是 这个舞台 别人看你的时候 是在这个舞台上看你啊 悟到的 就掌声一下 这个舞台 你带着走啊 你把它带到工作单位 像去了 演戏给人家看 你把它带到家里了 演戏给家人看 你把它带到 更广大的舞台上 你是个教师 你给学生看 你是个军人 你给你的部署看 你是个长官 你给你的下属看 说是 你的舞台 是在你的脸上 你的舞台 是在你的心上 你的舞台 是在你的肉体上 带着 所以第一个改变 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什么 形象 你这个舞台 布置好了没有 今天老师为了见你们 还特意化了化妆 掌声一下 打扮一下自己 精神一点 然后理个发 然后不行就弄个模式 定定型 再不行喷点香水 香喷喷的过个年 开开心心的过个年 让谁看到你 都是一脸笑意 一脸满足 一脸开心 所以记住 我们新春开始了 马上要来了 现在大家回去 买个镜子 练笑容 对着镜子 天天咧着嘴笑 张着嘴笑 穷乐 不管你有钱没钱 穷乐 就是一个乐 一直乐乐乐 乐到过年 正月初一 好不好 这就没问题了 就肯定的乐了 开心了 这是你的第一舞台 自己的风水 自己调 在自己的身上带着 调调你的精气神 对吧 然后一个精神饱满的你 在你的朋友中 看到了你的自信 看到了你的满足 看到了你的快乐 然后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 让人家看到你的时候 是振奋 这一看老张 哎呀 这家伙前两天 刚赔了一百万 咋精神病了呢 现在 咋这么穷这儿吗 刚赔了一百万 怎么看着他 这个信心满满的 然后开开心心的 然后 但是一百万 原来是假的 他根本没赔 你看 他的祝福就来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过去是 无论倒霉 无论开心 无论什么 已经是句号了 他不能再改 那叫定业不可改 我们可改的是未定 也是未来 当别人都对你充满信心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领袖 当别人都对你充满信心的时候 你就是个leader 否则谁都想欺负你两下 谁都想拧着鼻子 弄着手指在背后你指点几下 我们对一个放着光的人 然后一个气场十足的人 一个特别有精神的人 我们是敬畏的 一看他 这老张 又不知道在哪发财了 是不是能跟他沾点光啊 他就亲近你了 他就来护着你了 围着你转 做你的粉丝了 所以是自己的气场 自己调 自己的风水 自己调 调一个好心态出来 我们人是有一个场的 这个场叫场态 这个场态的释放 是你的精气神为物质 然后几合起来 释放到发财里去的 所以别人看到的是你的场 这个场是一个悲癌的场 还是一个欢快的场 还是一个积极向上 还是一个自信满满的 会受到你的感染的 我们会躲开那些负面情绪 很重的人 为什么 他会感染我们 也哭哭啼啼的 我们的运程也被带下去了 所以你要给你的家人一自信 给家人一开心 然后你就调一下自己的心态 记住这个成语叫 塞翁失马 胭知飞福 你的人生到今天还不是句号 还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信心满满的走下去 然后充满自信的走下去 因为你已经懂得归零 已经懂得调自己的心态 因为我们今天叫量子坍塌 未发生的事情 有两种可能 好的可能 坏的可能 在量子坍塌理论中 最终是由许人决定的 是你的心态决定 他们叫谢丁阿的毛 谢丁阿 假设了一个理论 一个猫 关在一个毒气开关里面 然后 这个毒气开关的 这个所词 就是人的意念念头 你说猫是死的时候 你说猫是死的时候 你会触动那个开关 你打开 看到猫尖是死的 你念头 动猫是活着的时候 开关不会处罚 然后打开的时候 看到一只活猫 把它放在暗箱 你不知道死活 那么只在一念间 所以说佛法叫 在起心动念处修 所以我们把心态调整到 起心动念都是善 你们以为起心动念都是善 是对别人 你太笨了 太笨了 是起心动念处修 修自己的善念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是对自己的指令 修自己的善念 把善归于自己 把荣耀归于自己 古人说 人不畏己 天出地面 你一定把荣耀归于自己 归于自己的己灵 归于自己的真主 归于自己的上帝 归于自己的如来 归于自己的道德尊 这才是对的一个起心动念 只有你 你是善的 你就是一粒种子 你就会引导所有周围的人 都成为善的 因为你是太阳 你有足够的信力 号召力 影响力 所以你把善做给别人看 是没有智慧的 善是对自己的善 不要对自己恶 不要对自己下诅咒 我们经常听人说 我倒霉 我倒霉 透顶 我们好不了了 明年我还要继续倒霉 你经常听人这样念咒 对不对 你们很反感 别人对你们下降头 对不对 实际上降头最毒的是 自己给自己下降头 自己给自己念咒语 咒自己 何必呢 你真没有智慧 你指望别人真希望你好 有几个人 没有几个人 这个世界你好了 人家忌妒 这个世界你不好了 人家看笑话 人家没有同情 所以我们自己对不起自己 我们自己把善 把荣耀 把富裕 把所有的东西 归在自己的灵上携带 因为我们是属灵的 灵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归在灵上携带的时候 叫物质不灭 叫能量守恒 我们的肉身精神解体的时候 我们的灵上 带着这所有的善 去转世轮回 那也是三善道 我们灵魂带着这所有的善 把它化成近虚空变法界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诸佛菩萨 所以我们就解脱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不要去改变任何人 也不需要你去荣耀任何人 也不需要去迷信一个人 也不需要崇拜一个人 你最需要的是崇拜自己的己灵 只有这样 人为自己 这个己灵而活着的时候 天地不诛杀你 不灭你 你才能永生 天地不但不诛杀你 不灭你 他还得道者多助也 不但天地来助你 天龙八部 神明世界 万有万物 乃至近虚空变法界 一切的一切 都来拥护于我 拥护于我的灵 这就是孔雀明王经 告诉大家的机密 我不是为天龙八部活着 我是请天龙八部 来拥护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自己 就是我的灵 不是我的肉体 肉体护不住的 一定是变成骨灰 一定会变成尸体埋下去的 你的灵 它可以护住的 是不能伤害你的灵 让你的灵荣耀 让你的灵去永生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核心的机密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调自己的心态 这是第一重风水 要跟大家讲的 调好的心态 练笑容 练喜悦 然后快乐地活在 每一个时间段中 快乐地睡觉 快乐地吃饭 快乐地想 没好的事 没有掌声 讲讲第二重风水 和你身体最有关的地方 是你的住家 这是你的第二重风水 这是回去打扫卫生 回去布置舞台 让自己的家里充满爱 充满着喜庆 张灯结彩 挂红挂绿 然后去荣耀你的家 让所有的家人 看到这些都心欢喜 都喜气洋洋 那么自己没有时间 让女佣打扫打扫家 布置布置 去抢购点这些灯红酒绿的东西 把自己的家 布置的一个喜庆的色彩 那这样让不仅你 让你的家人都欢快过来 都以一个亮丽的心态 喜悦的心态 来开始新的一年 那么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也叫量子坍塌 调好大家的心情 是你做家长 做孩子的一个责任 把喜悦带给家庭 把欢快带给家庭 所以是第二重风水 要布置自己的家 打扫得干干净净 让每一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 都不愿意离开 年夜饭回家吃 然后整个春节期间喜洋洋 朋友喜欢来 亲友喜欢来聚 那么这样聚了人气 就忘了你的财气 所以是第二重风水 讲讲你的家 家呢 它是一个石头筷子 砖头瓦块 累起的一个 百分之四的一个 物质世界的一个空间 如果你不调理它 它只是一个石头 砖头瓦块 累起的一个空间 行不成一个场性的 充满着一种能量态的 一个场 今天在物理学界 由量子理论提出了 量子场态 量子场态 也就是说 你能否使自己的家 变成一个量子场 是很重要的 量子是能量子 是告诉你 你的家里是一个充电宝 是使你家里 永远充充满满的都是能量 充满着能量子 这就是量子场态 那么今天 我们人类 是堕落的一群人类 我称之为废弃人类 报废的人类 因为这在古代的话 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做不了 不懂得去做 所以是 古代的修行者 或者普通人 对场是有极其敏感的反应的 不但我们这个人类 实际上所有的众生 皆有如来 得相 皆堪 做佛 都有如来种 对场态都是极其敏感的 但是只有今天的人类 对场态 是一个盲 场态盲 文盲 这叫场盲 也就是你像一个瞎子 像一个笼子 瞎子是看不见 笼子是听不见 你场盲 是对场完全没有一种觉知 场态的好和坏 场态的变化与未变化 你完全没有一个觉知 这就是什么 场盲 大家知道印度大海啸 当还没有海啸到来的时候 所有的动物 几乎吼着叫着 人根本扯不住 往高处奔跑 逃命 人倒在那 精怪 哎哟 这群畜生 咋回事了 怎么都不听使唤了 都往大象 马什么 在海边表演的这些动物 能跑得动的 全都往高处跑 只有人傻傻的 还在那喝酒 还在那玩 还在那 享乐 结果一下子 几十万人死于大海南 动物人家都活了 你说我们人类是不是报废了 报废的一个族群 报废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 人类失去了场的感应力 失去了对场态的变化的觉知力 本来我们是觉知的 结果我们成了场盲 场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地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不去觉知它 觉知不了 为什么 我们已经不是属灵的了 我们已经属物的了 属物质界的东西了 被物质所染 我们外求 而失去了内在的感应力 所以说你家里的场是否好 是否已经把它建立起来了 古代在建房子的时候 很懂得这个场的这个道理 进行物质界和场态的合一 所以我们在农村看到 这个按照老骨棍盖房子的人 他盖房子的时候最后要上瓦 上梁 上梁之前他要在这个六合的空间里面放鞭炮 这个放鞭炮的目的是场中 那些阴灵 那些邪的东西 快速地从场中撤离 无论是鬼啊 无论是动物精怪啊 他怕这个爆炸性的鞭炮 炸到他的肉身 他跑掉了 这叫清宅 然后人家老木匠 吆喝一声 上梁了 咔 一个雷符贴在这个大梁上面 鞭炮 一响 然后雷符咔 一贴 然后上梁了 大家把那个大梁抬上去 然后把横梁抬上去 把瓦顶盖起来 这在干什么 制造场态 解戒 布置场 把天和地 这样的一个六合 安在了自己的房子里面 使界物现行 使4%的物质界 安上了96%的场 形成了一个 负物显灵的 一个先天 充电宝式的能量场 这是古代的智慧 鲁班经中 有关于这些东西的详细记载 可惜我们今天 没有一个城市里的见识者 没有一个重视 这样的一个工作 只是盖房子 没有盖场 没有完结场 房子里完全是什么 消耗结构 不是充电宝 是耗电宝 不单 这个砖头 水泥 瓦块 钢筋 吸着你身体的阳气 破坏着你的肉身上的生命光 家中还乱七八糟的堆满了什么 妖魔鬼怪 动物精灵 这些各种各样的阴灵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怎么在春节这个期间 然后使自己的这个房子 能够由一个没有厂的一个砖头瓦块的一个消耗的耗电宝 把它变成充电宝 这是使你的生命的能产生一个聚集型的变化 凝聚态的一个变化 它至关重要的一点 这个叫风水科学 风水科学 我们的家中有三重器 这个我们的房子几乎都是六合结构体 有天花板 有地板 有四面墙 这就是六合体 这样的一个六合体的中心的这个地方 是所有的东西在这聚合 一阴一阳 放光 生道 放光产生如来光 产生生命光的那个点 这个在传统先天风水学中 成为利极点 或叫太极点 所以大家要在这个点上 把这个六合放出来 和这个家重叠 然后使自己的后天4%的物质的六合体 和96%的眼睛看不到的能量态的常态体 一个透明的六合 和你的房子进行重叠 这是什么 这就是先天风水学中很重要的东西 它要使天三分之一的气 和地三分之一的气 在家中望中间的三分之一的人气 古代称为天地人三才气 所以我们的房子是高多少 把它分成三分 上面一层为天气 下面一层为地气 中间一层为人气 大家坐在凳子上 这个高度 天花板跟地板 是刚好这个望你的什么 望你的头这个部分 因为人气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在这听课 特别的舒服 因为这里有结界 这里有场 这里有场 那么今天我们在看到的 现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是后天风水树 先天风水树和后天风水树 它的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于后天 你的宅子里面 只能用四个方位 也就是你再好的房子 你只能用一半房子 因为一半房子里面是好的 一半房子是不好的 它叫四胸方四级方 四胸方只能压着不能用 四级方才能拿来做卧室 做客厅 做活动间 做好的东西 这就等于你买了一个 一千方尺的房子 十级只能有五百方尺用 所以后天风水 最大的调解度 就是趋吉避凶 用四级方 不用四胸方 那这是后天风水学 不得已 你的缘分不足 没有找到先天风水 大师的时候 那你只能 最高调解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不要用四胸方 要用四级方 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今天真正修炼的大师级的人物太少 几乎风水师都不修炼 有的还不信鬼神 然后所以他根本也不懂得清宅是怎么回事 不懂得清宅的风水师 即便是后天风水师 也是忽悠派的 为什么 以前的风水先生 叫阴阳先生 什么叫阴阳先生 也就是说 他既通阳世间 又通阴世间 96%的隐态世界 和4%的显态世界 他都搞得定的 这叫阴阳先生 也就是说 你成为一个后天风水师 你也必须是阴阳先生 你懂得如何去鬼 懂得如何清宅 如果你不懂 你连一个风水师的资格都不具备 那么这样来评定 我们遇到的风水师 几乎少着又少了 那么大家遇到的几乎是什么 自封为风水师的江湖骗子 也就是自己不懂阴阳 不懂玄学 然后冒充风水大师的 这个太多了 这就叫学识说法 如横河沙中 那么遇到先天风水大师 是你们的福报 多是累世修行的福报 因为你的房子 可以用到百分之百的大圆满 都可以用 也就是把四胸方和四极方的阴阳对待破掉 而归一一 归一一无量光 然后再把这个 它和外面的空间的大空间合一 归一零 就归一道 归一一归一零 你这个房子就变成了一个小宇宙的发射台 它不但利益你自己 还利益你楼上楼下 你那个房子里面就像有个大太阳一样的 放射着三百六数的光 照耀你的邻居 照耀你周围的众生 那这就是先天风水格局的这个重要性 但是今天呢 老师在这儿也不可能让你一下子成为风水大师 你们回家咋办呢 待会儿呢 我会给你们身上安一个小六合 一个透明的 一个立体的小六合 然后呢 然后你们回家呢 我教你们把这个小六合怎么放大着 和你们的大六合合一 然后再教几句口诀 那么再贴上一个符 当然你可以请这个 这个我们本门的这个赈债符 这是最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除了在做现场 有你们在听之外 实际上全世界有二三十个国家的 这个有缘大众都在网络平台上听 所以你们可以联络我们各地的中心 来请这个牌 请这个牌 那么各地中心的牌 我都是加持过的 都是可用的 那么有一些朋友确实来不及 你在美国在哪里 你拿不到这个牌 不要担心 那么今天老师给你的这个透明的小六合 跟你的这个大房子的六合合体呢 至少管你这个三个月 没问题 你不低下牌也没问题 老师就慈悲一下吧 大家过年了 好不容易在网络上听 你通过网络听到这一刻都可以得到 你只是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待会儿我会给你们这么一个 给你们这么一个 你们把它跟你们的房子放大 带在你们身上 因为你们是有一个真主在里面 我教他回去 你请他帮忙 他就给你安上去了 你的真主 你的真神 是不是 不用担心 赚了 今天来了就赚了 本来来了就要赚了 看见老师就一定赚大的了 无论是网上看 还是这个现场看 见到老师就已经赚了 对吧 这种心态就是这样的 就是对的 我看到你们 我也觉得赚了 你看到朋友都觉得赚了 这个心态这一赚就赚了 什么都赚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把心态调得很好 那这个是什么 再呢 你需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需要这个 把你家里的风水柴位调起来 那么就是后天 你需要做这么一件事就可以了 圣的先天的事 这个我来齐请神明界帮你们一下 然后呢 风水柴位在什么地方 你无论管你的大门朝向 大门进去以后 你有四面墙角 OK 一个门进去 一个空间六合体里面有四个墙角 对不对 四个墙角 往往是门背后这个肯定是不能用的 不要说一开门 后面这个墙角 这肯定是不能用的 然后再看另外三个墙角 最好的是大门对角线的墙角 明白了吗 大门对角线的墙角 就是一开大门对着它去的 比方说大家看到我这个空间有很多紫禁洞 所以说我开了你们刚才进来那个门的对角线 是不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 为什么大家来在这儿很不愿意走每次 因为这里到处是紫气什么 东升 你看全是紫光紫气 又没有掌声 真没有雾形 来了就沾光啊 来了就转运啊 来了就发财啊 对不对 这不是大门对角线吗 所以这个角落 那这个角落什么 不能压东西 一定要空出来 空出来 你也来不及到这儿买紫禁洞了 来不及在这儿运风水球了 怎么办 回家用这个洗地的水桶 你用脱布的水桶 然后这么高的水桶 不要这么点啊 有人用个碗 这个你就不想发大财嘛 对不对 你发大财一定是这样 也不要太高啊 你弄个大水缸也不对 压住了 大概你用水桶 就是用正常的水桶这么高 这个三分之二以上的水 不要弄到半桶水 要超过三分之二的水 把它里面加一点洗地剂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有蚊子 当然你们在美国 在那天寒地冻的地方 就不用加洗地剂了 没有蚊子 那就是这个 为了防止我们南洋地带 现在还是热带 然后它有蚊子 所以你把它放在那个角落 所以那个地方呢 你最好腾出 50x50的空间 50cm乘50cm的空间 不要压它 放空它 当然你们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在这个台北的话 有机缘可以到中心 去请风水球 把那个高的风水球 大家在前面见过 那个风水球 那个是把地气拔高 我们现在住楼 必须用它拔高地气 这个风水的 因为我今天不能够 完全给你们展开 但是我们有一个风水 自己调 这个工作人员安排一下 大年把它上到网上 大家看也好 然后这个来中心听也好 那么就是让大家 跟着那个调 那里面比较细致一点 那么就是把这个 这个地气 我师父传的口诀是 地高多少天阶多高 就是地高一寸天阶一寸 地高一尺天阶一尺 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个 如果把地气拔到三分之一高的时候 天阶三分之一 那你中间的三分之一里面 是天地满满气 懂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用的 本门用的风水球的高度 是到膝盖以上这么个高度 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 新加坡的屋的层高 然后到三分之一这个高度 刚好把地气拔高三分之一 因为那是石头做的 它本身属于金石嘛 金能生水 里面又是满满的一桶水 同时风水球的旋动 带动 旺气 然后家里就风生什么 水气 如果是你们有能力的 再请一个紫星洞 放在风水球后面 然后进来 拉得满满的地气 进去紫星洞 啪 放出紫光 家里就由紫气 变成紫光 光的量级 比气的量级高很多 那你就是一年龙马精神 因为它光是给神补能量的 气是给我们心补能量的 有了心气 有了这个紫光 我们的肾气就调动了 所以是你的健康 都就改变了 所以是你是否成功 你要看自己的家里 是否空间变大 就是如果是你成功的 按照今天老师 待会给你的觉去做 你会再看自己的房子 空间会觉得比之前放大 第二个就是亮度 屋子里的这个透明度 亮度比之前亮很多 大概至少是 十倍以上的亮度 就是同样的灯光 你再看整个家里 都是透明亮亮的 为什么 这个先天的96% 叠加到你这个 后天4%的房子里面去了 那你这个就形成通电宝了 那你家里的这个什么 气场就完全大变 变成了一个量子常态的能量场 能量场 那对你这个 因为我们第二个场是你 一晚上大概至少一天 待十个小时的地方 所以你需要在里面充电 而不是耗电 很多人的房子 大家就不喜欢回家 一家人也不喜欢回去 弄的这个都是在外面吃个便当 然后再跑回家 那就是家里没有凝聚态 而是耗散态 人都有灵性 回家就累 回家就吵架 然后不喜欢回家 这是一命二运三风水 这个风水 它是一个高科技 这个古代定风水概念的时候 什么是风 我们空气间的风怎么来的 它是我们的地气 被树木 被太阳蒸发之后 然后到空气中 变成了一种流动的气流 这种流动的气流 源自大地 源自大地里面的水 所以是古代用风来提示我们 要利用好流动气 我们的宅子里面 不能是一团死气 一团火灶之气 要一团合气 合气才能生财 所以是 那要把宅子变成一团合气 那你一定要重视 天地人三材气 要合在家中 合在家中 那必须窗帘 白天一定要打开 晚上为了隐私可以遮上 白天打开 是三分之一的天光 从这个窗帘透进来了 我们今天的设计都很好 左屋也好 公寓也好 这个采光度都是够的 但是你不能白天把窗帘拉死 白天一定要让阳光 照到自己的屋子里面来 那这是接三分之一的天气 再调三分之一的地气 家中忘了三分之一的人气 就给人 来充电 来补充能量 你睡一晚上以后 睡得很香 然后这个精神百倍 人的财运好 是自己调到的 为什么 你精神好财运才好 你这个能够升官 是因为你精神好 效率高 脑袋不糊涂 你就升官了 还有一种升官 就是行贿受贿 那就等着坐牢吧 这个显态 这个世界活着坐不了牢 死了到阎王老子那儿 也去坐牢去 下地狱 你不要以为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显态里的惩罚还是小惩罚 你等着隐态世界 对你惩罚的时候 那在地狱里的痛苦 那比显态的监狱更糟糕 底下的那个受苦 是要给你刑罚的 上面是人道主义 现在不给你刑罚 只是管吃管住 还给你24小时保安 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尽量地要坐牢 还是坐现代社会的牢 不要下去坐牢 不要到地狱里去坐牢 所以不能行贿受贿 我们光明正大 那就要精神百倍 精神百倍 你可以升官 你可以发财 你可以顺利 你可以开智慧 你才有智慧 来应对我们这样复杂的现实社会 你才能成为勇者 成为圣者 所以大家要知道 调好自己住宅里的气 这是能量态 这是我们古圣先贤 留给我们很重要的解戒法 那么用在现代叫风水学 但是很多不修炼的人 不懂解戒 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呢 待会儿通过这个 我引领 大家就是回去试着用这个方法 试着用这个方法 当然你们如果是真正的 还搞不定的话 还是可以请老师去你那儿走一趟的 去调理一下 那当然是就更保险了 就固若金汤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风水 不是你们认为的迷信科学 从古到今 圣者们只是以两大实相来教学 一个是生命的实相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宇宙的实相 生命的实相是我们身体的 这个世界里的 生理的 精神的 所有的这个肉体携带的 这样的一个实相 包括我们的体内的众神世界 包括我们的肉体世界 包括我们的血液循环 气血循环系统 那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生命实相 那么外面的世界 是我们身外的世界 就是宇宙实相 宇宙这个空间 那么我们称为这个界部 我们身内的空间称为心部 界部有内界部和外界部 那么我们都要去了解 这个外面的世界里面有什么 除了有我们人 动物 树木 花草 还有六道众生 有天界众生 二十八重天 有这个 这个畜生道 阿修罗道 地狱道 恶鬼道 还有八难横死的 凶恶的恶鬼道 还有人鬼道 还有动物精灵道 这个世界 是极其复杂的 所以是圣人 引导我们认知 内世界和外世界 两重真实的实相 没有什么其他的 没有今天什么 这个精神病患者 自己自编自导 搞出的东西来蒙蔽众生的 古人叫树而不作 只描述真实相 而不自己搞创作 这个也是鉴别我们是否遇到了真正师父的一个窍诀 什么都是我自己创造的 我创编的 我是第一代祖师 这个就完蛋了 真正的正法的师父们 日月明的明师都要把自己的传承讲清楚 把自己的来龙去脉 这个法的来龙去脉 交代清楚 那这样就是法无我 那么他也不让你对他个人产生迷信 为什么 要求人无我 要迷信只迷信一个人 就是你内在的真主 内在的真如来 内在的真道德 内在的真上帝 内在的你自己的真灵 父母未生你前的原本光灼灼 光而不要 活泼泼 圆陀陀 你真正的自我 要去迷信 就迷信他 坚定的 执着的 责善固执的 执着自己的脊灵 而不是向外在去迷信一个任何的人 因为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依法 不依然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世界堕落 众生界被误导 是因为大家 依人 不依法 迷信找到一个上师 迷信找到一个老师 他就可以让我发财 他可以保护我 有人来我这 师父 你要保护我 我说 你给我多少保镖费啊 你请得起我这个保镖吗 请不起 请不起 我说 你连我都请不起 你如何请观音菩萨当保镖 他的那个身价更高 费用收得更高 你请佛菩萨当保镖 请得起吗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把观音菩萨安在大门口当你的保镖 说我出国 他给我看门 那盗贼就不敢进来了 你真是有本事 把观音菩萨不供着 你倒是让他给你打工 所以大家要知道颠倒的世界 黑白颠倒的是我们自己来 信自己 不用别人保镖 你自己保护你自己 是自己成圣 自己成真 自己有本事 所以这是第二重风水 你们要重视 第三重风水 是你的办公室 或者是你的工作区间 那这一重呢 我们现在如果是老板还可以改变 如果是员工就很难改变 所以怎么办 今天我交给你的小六合体是有用的 但是你如果真正想在工作场所 自己能够护住自己 因为他太大了 老板又不同意 又不相信这些 那你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无论是工厂 无论是军队 无论是商场 无论是哪里 我们实际上都跟六道众生 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阴灵世界 动物精灵世界 是就在我们的身周围 就在我们这个96%的真实的世界中 叫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里面 那么他可以自由地穿越你的身体 自由地穿墙月壁 除非你自己的那个房子 用自己透明的六合姐姐的 但是工厂不属于你的 办公室不属于你的 所以你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特意给大家请了 十字金刚 可以佩戴的小的十字金刚 如果你是坐白领的 你有一个办公桌 那你可以请一个大的 镀金的一个大的 六合的这个金刚心 震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再用我给你的小六合体 跟它相合 跟它相合 那么你在你的身周围 可以形成一个透明的六合体 就像孙悟空给他师父画了一个什么 画了个圈 画了个圈 那个白骨精就不能进圈里 但是他师父太愚昧了 所以跑出去给白骨精弄跑了 被人家骗了 所以你们自己不破坏自己的六合 小六合体的时候 那你们是不用担心的 不用担心 但是最好佩戴 因为你在工作场所 你是老板 你就回去把自己的房子 办公室也解解了 然后你的所有的员工都就有福了 你的这个公司里的这些 留不住人呐 这个员工内斗啊 都是他们的冤金债主在斗 彼此在斗 所以是你能够会点这种方法 然后回去把自己的办公室给调理了 那么你很快的就是什么 你这个事情都就解决了 因为大家都在和谐的这个气里面 家和万事兴 就是这个六合空间中的气是和的 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 气不和 你的气冲到我了 我的气冲到你了 我的冤金债主搞了你一下 你的冤金债主又过来报复我一下 这就是一锅粥了 乱七八糟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六合结界的先天风水学 是一门高科技 是生命科技 不是像你们认知的一个迷信的一个东西 所以新春到来 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 做三重结界 内身结界 自己的住宅结界 办公室结界 那么这样的话 把场带在自身上 然后 那么暂时 我们就只能去 在这样的短的时间内 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什么 新的一年 自己的这个舞台 给换换场景 然后给布置布置 然后搞成光的舞台 光明的舞台 亮丽的舞台 然后用这个方法来帮大家改造命运 然后驱逐自己的委员 使他们不能来讨债 然后你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己功累得 好好的服务于你的本职工作 我们人在世界上 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 我们是一个有责任的人权 人类是要负责任的 对谁负责 对父母负责任 对九族负责任 没有九族没有父母 没有父母 没有我们今天 所以我们必须尽孝道 还要对过去七世父母尽责任 因为你上一辈子 没有他们也没有你 他们的东西都带在你的灵上面 携带在今天的肉体中产现 还有你过去七世父母的九族 也要感恩 也要感恩 所以我们过两天 在这个OSS平台上呢 我们会做一个年终法会 我们在新加坡一场 吉隆坡一场 槟城一场 槟城的同修 上次感恩节去了五十多位 我十分感动 我欠他们的 为什么一年没有去几次 所以是他们特别的热情 看到老师都流眼泪 有几个都绷着我的脚磕头 我觉得实在对不起他们 我说年终在忙 我亲自到槟城来 给你们主持一场法会 年终法会来回报你们 咱们新加坡的人特别有福 但是不知道喜爱 不知道珍惜 我希望你们今天来听了课的人 法会都不要缺席 掌声一下好不好 这个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珍惜跟众生界 说声sorry 帮他们也过一个快乐年 这样的一个大好机会 年初我们也有法会 所以这些信息 我想在网络上 在资料上 你们都看得到 我就不重复了 年初法会 就是更是给自己新的一年 装程序 装全新软件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所以我们利用初九外天宫 这几天给大家重新装机 装软件 装一个全年的 一个全新的软件进去 请这个 你的列祖列宗 请我们的所有的神明世界 的众生都来相助你们 完成这个一生的辉煌 完成一生的使命 那么今天的时间呢 我现在就请你们大家 这个把包放下 调一下自己的身先 然后轻松下来 然后学着这个 疏眉展眸面带微笑 虽然你们笑起来很难看 还是请你们笑 这个这个要学着微笑 学着开心 学着面带微笑 只有你微笑的时候 你的眉这样一展开 你的心门才咔 才会打开 否则你的心打不开 你心是揪揪着的 心神是被闷在里面 他是不能出来帮你们的 好 现在呢 请你们拿眼睛看鼻尖 不要看老师了 左眼右眼看鼻尖 天目一点光 也下去鼻尖 调匀自己的呼吸 完全调匀自己的呼吸 调到什么程度呢 调到要睡觉前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下一步呢 做忍气吞声 什么叫忍气吞声 就是忍住气不呼 只吸 吸三次 每次吸的时候 只吸一半 留一半 留到下一次再吸 总共吸三口 吸三口以后 你口腔里面的舌头 在口腔中搅动 要生成唾液 唾液满口以后 孤灯 有声吞咽下去 这叫吞咽有声 所以前面叫忍气的功夫 后面叫吞咽有声的功夫 组合起来叫忍气吞声法 吞到哪里 它自然是到胃里面去了 所以你随着孤灯声 你的念头要到胃里面去 所以是忍气吞声 总共呢 你们每天争取 接下来的时间 都做它 每天做三百六十次 但是不是一次做完 你想起来就忍气吞声 想起来 那一天做三百六十次 你们如果是连续做 你们中间年轻的 七天 你会发现你的脸光亮起来 如果年老的十五天 也会发现自己的皮肤软了 老年斑开始淡了 然后这个皮肤 开始变得柔软 有光泽了 这是一个高级的 这个由老返还 还童的 简单的技术方法 就是那么随着这个吞声 一定要把念头到位里面 这叫真心到位 又叫把心放在肚子里 好 大家现在做忍气吞声法 看着自己的鼻尖 然后恍恍恍恍 呼吸调匀 现在深吸气 鼻子吸 吸 吸住 闭 不要呼气 闭到一个不能闭的时候 再鼻吸一口气 吸 再闭住 把气往肚子底下压 这个胸膏下面压 不要让它上大脑 往下压 它就下去了 好 第三次 吸 闭住 搅动舌头 舌头脚 脚到嘴里有口水寒住 口水会越声越多 然后声道差不多多的时候 咕噔一声吞下去 吞咽 你听着咕噔一声下去 然后随着这个咕噔声 自己的耳朵听向位 眼睛看向位 自己的身体空 看到位这个地方 眼耳鼻式深的意念 都在位这个地方 全身要放松 面带微笑 第二次 这个放松 不管呼吸 口鼻有气出 没气出 都不要管它 不要专注它 再吞声放松 吞咽放松 我们第二次 吸气 吸 闭一下 吸 闭一下 吸 闭一下 好 卷舌 脚舌头 这个叫脚动滑持 使自己的口中 吞成金晶玉叶 满口 吞咽 随着响声 真心到位 一年到位 安置在位 第三次 吸 吸 吸 眼耳鼻声声音都到位 从位这个地方看 有一个点是透明的 针尖大小的一个小亮点 然后这个点 然后慢慢地放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360度放光 能放光是它的本性 你用意念不要用想象 意念告诉它放光 它自己会放 不用你去想象它再放光 当有光冲上来的时候 你注意舌顶上和嘴唇亲笔 这个时候舌头中 很自然地会生成口水 然后向下光照到涌泉 前面照到你的手心劳工 然后颅脑腔里面有光 胸腔里面有光 下腹腔里有光 充满你的脊椎骨 身体所有的骨 然后放松 内观自己的脾胃 中间的光 像大太阳一样浪照 有一束光 穿透自己的百慧 哗啦 两扇门打开 一束光 胸 到天心 天心的光 有一束光下来 顺着你身体的正中脉线 连通地心 卡 到地球的核心 地球的光 地球心里面 地心里的光上升 通过你的身体正中央 然后天上的光 通过百慧下来 在你的心间 也就是黄庭 脾胃后面有个点 碰碰撞方光 一旦天地在这一放光以后 你会感觉到 一种金黄色的光 瞬间透出 把身体的毛孔炸开 整个的人融像冰 融在水里面一样 瞬间融合在一片光的 金光里面 自己的眼耳鼻水 身意都在 自己的心间 胸脚膜下面的 胃后面的虚空里面 有一个黄亭 这么一个点 像大太阳 放出金黄色的光 然后观这个光中 有一个金黄色的六合体 有上下四面 前后左右 然后把这个内观 观在自己的心间 这是你本带的 记住 它这个粒子是属于颗粒性的 它本是立方体 这个叫本有撒头 本有宫殿 不是外来的 是你自己的 然后 好 把这个 小六合体 然后 通过 你的这个 中脉 然后让它 顺着光上升 上升 然后 从你的百慧穴 出体 到头顶 这个小六合体 你很小 大小你不用管 老师说它有 它就是有 你关着它 关着它以后呢 然后把它 用男的左手心 女的右手心 抬起 男的 抬起 左手 女的 抬起 右手 然后 从天门 这个金黄色的一个透明小六合体 飞到你的 手心来 注意是 男的是左手心 女的是右手心 两只手可以同时体验一下 男的左手有一种感觉 闭着眼睛 不要睁眼睛 不要想象 女的右手心有一种感觉 那就证明 你已经和这个金黄色的六合体相应了 然后呢 把这个小的六合体 然后回去以后呢 你想着把它 你到了家以后 你把它放在自己的家里面 的中心点 中心点在哪 你不用管 它是带有灵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把它 现在你就观想 你到了家 把它放在家里 那么让它去中心点 去中心点以后 看着它 瞬间放大 放大 放大到你的房子的 和房子的六合体合一 什么概念 就是你的房子的天花板 和六合体的天花板 像天上的那一片街 下面的跟地上的那一片街 四面墙跟四边的街 融合成一个整体 然后注意的 它是个六合的方正立方体 你的家是不可能 是一个正方形的方正体 那你就取家中最大值 什么意思 你是一个三层楼高的 最大值就应该是高层 就是高度 如果你是一个长方形的 最大值是那个长方形 用那个方 就是这个立方的直径 一定是最大值 那你不管是不是会到邻居家 还是到楼上那一家 还是到楼下那一家 你不管 你就取最大值 让它去合在这个最大值上面去 然后这个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你合一个掌 完了把它放出去以后 你合个掌 在家里合个掌 你不论在家里的哪个点上 都可以合掌了 合掌以后 请大家合掌跟我来 合掌 这个合掌以后呢 就是来 跟我有些话来学 那么这个录音会 在网上还有很多天 说你们回去可以查看 不要紧 是跟我来送 左青龙 右白虎 上有朱雀 下玄武 四陵户宅 邪不迁 祖师客户 宝道生 念完了以后 关自己家里的那个中央点 放一道金光 你的这个六合体和这个房子 融合成一个整体 融合成一个整体 然后呢 这个左青龙 就是在你的房子的青龙边 它会飞出一条青龙 右白虎是在 你不要管哪是青龙边白虎边 因为你还没有跟我学这个实战 没有学具体的 你就这样念 它自己会跑 这是属于 这个我们叫神明界和你的这个百分之九十六的神明界和你自己的百分之四的世界融合的方法 神明当然比你聪明 你不要去管 所以说 所以说朱雀玄武 是青龙白虎是跟天上的二十八星耀相连的 跟地上的二十八星耀也是相连的 二十八这个方位 这个是相连的 所以是那么天地 人 三才 二十八星耀 二十八方 然后联合在你的这个房子周围来护制你的房子成了一个内方外圆的一个球形的场 就像一个磁铁 外面有一个球形的立体的一个大圆磁场一样 所以是那这个工作就完成了这个解戒 那么你要解戒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什么 就是刚才讲的风水柴位调起来 那如果是那么你们不相信 说自己做好了还是没做好 那你在合掌 说请张不生老师相助 祝弟子圆满成功 这个会念吧 你就是真心深真意的 请这个肥老 这个胖乎乎的家伙 去你那帮忙一下 是不是那你来不来怎么办 你不要管它 肯定好使 我说的让你做 我们这叫真言宗 真言宗就是老师说了 你做了肯定就赢了 掌声一下 这就赢了 一定要请他帮忙一下 那如果是你请了这个正宅牌回去怎么用呢 那你做完这个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牌挂在你大门的上面的正宗方 那么有的如果是公寓 它上面搞不了 你就放左右旁边都可以 因为它顶上没那么高 你是独立士 你就找大门对着的那个正中间 你的外面的大门对着的 如果是你那个刚好你的那个进楼的大门 和这个外面的大门不是一致的 那你就贴在那大门的中央 就是进去楼里面的大门上方的中央 这个彩色的 正面带五行能量的 然后朝外侧 四边两边你用上不干 那个叫大拨胶 双面胶 这个粘上去 或者这有一个钉孔 你钉上去都可以 那么这个如果用上它 几乎你做完了以后 所有的斜的东西 再也不可能进去你的房子了 当然你这个要友好一下 那么你在做这些事之前 先在家里祷告一下 你没开始做六合姐姐的时候 没把这个小金色的六合体 放出来的时候 你向这个什么 这个大声招呼 就是家里不该待的 眼睛看不到的好兄弟啊 这个动物灵啊 还是各方的神明啊 不应该待在家里的 请你们都出去 那么我奉这个张老师的命 我要进行姐姐 不要伤到你们 一定要做这个工作 就前面祷告 后面释放六合体 做完姐姐挂针柴牌 那这个就是利用春节 前这个时间段 自己把自己的房子 这个舞台 你就进行了一个重新布景 那么 建宴就是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至于说那个力气到底在哪 那个是不是画一个图就能找到的 将来有机缘的前进下 那么再向我请教 你拿到你的这个宅子的图也好 或者什么 那么再来向我请教 或者请我到你家喝杯茶也OK 所以是那么这个呢 就是大家要根据这个 就是去做一下 在新春 借助这个玄门的力量 借助神明的力量 借助风水的力量 是自己 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历程 所以是 那么时间不早了 那么剩下一件事 就是给大家送祝福了 掌声一下 好 那么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风生水起 身体健康 和家欢乐 然后呢 残缘广进 然后你们正念所想的 所有的事情 悉令满足 扎西得乐 吉祥如意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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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